今天上午电视剧三生三世 陈尚书官博 首次曝光的角色主题剧照 作为2017年开年爆款剧三生三世 十里桃花的姊妹片 陈尚书从去年年初官宣开拍 就吸引了大批粉丝的关注 毕竟十里桃花对原著的高魂原著和精致制作累积了好口碑 而且东华和凤九这对副CP在十里桃花中是不能在一起的悲剧结局 迪丽热巴和高伟光这对老搭档合作 又默契又甜这次能在枕上梳理再去前传 副粉丝粉热巴粉东华凤九CP粉热度可想而知 今年7月首次曝绝色海报时就有400多万的转发量 堪比一线流量明星的微博数据 虽然枕上书的幕后制作团队和造型美术团队和十里桃花不同 但整体造型和风格还是延续了前作主角的衣服 还是仙气飘飘的白色为主色调 发型也是以简单为主 这次曝光的新海报中凤九提招时和跪在地上 看起来应该是在天庭给帝君报恩的场景时隔一年 相比十里桃花中 天真烂漫活泼灵动的小凤九 这里的凤九神情看起来 要成熟多了高伟光的帝君造型和十里桃花几乎是一模一样 只是腰间剂的腰带 红白色变成了紫色不过话说回来 貌似高伟光无论在什么剧中好像都是这副神态 可以无缝切换各个不同的场景来演别的剧 会被喷眼记杂 但是演东华帝君这个石头神仙 倒是在合适 不过主角没变 其他演员除了家行自家人以外 还是有些感动的 哲言前作中是张志尧也是演惯了 新侠剧自然不在画下枕上书里换成了陈楚河 小编印象中陈楚河演古装剧 演的并不多 从海报来看这个造型 还是很适合他的 但是哲言是凤凰神仙也用这么做的造型 是不是不太合适呢 郭品超演的苏默夜 是枕上书中的新角色 从第一次曝光海报的时候 大家就都说 郭品超的苏默夜 以高伟光的东华帝君经验得多 又有气质又帅 他是西海二皇子阿兰若的师父白珍的好友 也是唯一知道阿兰若真实身份的人 苏默夜曾说阿兰若是他的古中古 血中血 他来到这个阿兰若之梦 就是想看看他在 阿兰若心中是个怎样的位置 原书作者唐七也在微博上说 他俩是各自唯一的亲人 西恒在原著中是为陈鱼 洛艳花容月貌的美人 被父亲托付给东华帝君 一直跟在帝君身边 也是凤九的头号情敌 看到刘岳飞这个名字 小编还冷了一下 其实就是刘雨昕改了名字 刘雨昕这几年因为感情上的挫折成为大家的谈资 也算博得了不少同情分 当初因为他购买了枕上书的版权网友们 还生怕他要自己演凤九 现在看来演几横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毕竟扮相还是很美丽的几横 虽然害顾了凤九 但他依然没能和帝君在一起 在三生三世的另一本续集中 他和艳池有在一起的 枕上书里这个角色 是刘锐连剑思命和连颂 都是十里桃花令很讨喜的角色 陈尚书没有换演员 但另一个很讨大家喜爱的小角色阿黎 却从小男孩变成了小女孩来演 张义汉版的阿黎 又Q又萌又懂事 还是白显夜华的神助攻活脱脱 就是一个小糯米团子 而且那套绿色的小衣服 也超级可爱剧播出后 同款都抢手得不得了 小编有点不能理解 为什么要换成小女孩来演 难道是因为阿黎长得像白显 所以越长大越秀气呢 除了阿黎 还有另一个小团的白滚滚 东华凤酒的孩子 这次也是首次曝光海报 小演员叫冠云豪长相 是有点英气的可爱 但是这个造型 同样无法理解 是父子同款造型 为什么小小年纪 就满头白发了去年十一月 这上书已经杀青了 但是仙侠剧后期制作比较漫长 据说要等到2019年年底 才会与大家见面 去年播出的好几部大IP 古偶收视效果都不太好 热巴的烈火如歌和杨幂的扶摇 都没有成为想象中的大热剧 2017年初十里桃花式开年热剧 但随着剧版迎外相继播出 中途抄袭私逼话题 不断似乎这个IP 已经被消耗过多了 陈尚书官宣时 大家觉得用圆弯人马好 但时至今日热霸 已经是流量人气均一线的女星 再搭配自家艺人高伟光 就显得嘎尾太不对等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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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